The Graveyard Place 今天下午兩點鐘 只有626個登記 要約3.5個左右 我們會很積極在今天或明天 考慮家驅單位 家驅單位可能是10%或20% 看需求是多少 有可能有個單位會考慮家驅 去推出第二號家單 現在收費的客戶員大外分賣 有多少會有內地專裁 有啊 我們沒有一個專裁的類別很難控制 有七來都很難控制 但我們肉眼所見 專裁的比例比以往我們樓盤再高一點 尤其是第七類 第七類就是有184間大學 其中一間畢業生 或者過往有250萬年生的人 第七類就是入境人才計劃 第七類 那個類別應該是最多的 因為佔多少生 我們肉眼看到也有十幾個百分比 是的十幾個百分比 另外就是區外的登記客人也有很多 今次譬如說是新界西 就是荃灣、荃門那邊都有 我們也記錄到新界東 就是大埔、沙田那些 那圓區呢 即是九龍半島的人是佔主要的 年紀大約是三十幾歲 即是九十左右 九零年 那些登記者是絕多遠的 謝謝 剛才你也有部分 因為我都說過 那個租金呢 那個excalate很重要 有幾多人都會 demand租樓 第一就是學生 學生的租樓情況很厲害 比如一分鐘去到西盈盤的樓 都租到六、七十元寺 也都是因為我們入境人才計劃裏面 這類的所謂移民都是租樓線 所以看到有些人會 可以想一下 不如買樓收租 因為回報差不多 慢慢升到 可能會等於公樓利率 所以有部分人是買來收租 有些人買來收租 有多少成? 我想有10% 和原區的比例又是百分之差 如果九龍半島應該有七成 其他就是 香港島、新界、東西等別 就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都是現在六半島位 超過七成 剛才剛才說 有考慮多點單位 可能是加價 有沒有說這類戶型 是哪一類戶型 為主要向哪個方向 其實是一房兩房 下一房兩房的性格比較大 而且這些 看到他們陸續要 放大一點面積的單位 譬如你收租那些 可能他們會租給 譬如兩房租給四個同伯都可以 一個房間有兩張床 那些都是他們的投資 在想怎樣租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租給學生 其實我們應該短缺了一些樓 香港短缺了供應 所以我們租樓 我覺得現在都是一個方向 要想一想 接下來幾天就裁案 現在是否有什麼想法 市場都說過很多 你們都報道了很多 市場期待去減少所有 除了SSD 市場是很期待 但是我們政府怎麼考慮 我也說不到28日我們才知道 是否都會維持在這個星期開設 我們選擇的應該是 在財政司報告之後 應該是截止登記也是 在財政司報告之後才會截止登記 那賣樓日更加是 是去之後 在財政司報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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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否考慮到 可能會相對有些調整 我們都賣了 好像賣了 都一直在賣 我們都有賣 我們暫時都不會考慮 調這個價格 這個樓盤的價格 都賣了 因為各有條件 各有條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鈴仔